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谢伟一 加州的州议员周本利 日前是举行的记者会 对2018年的立法提案进行总结 加州州议员周本利 于今日在蒙特利公园市举行了记者会 针对2018年的立法提案进行了总结 他指出在2018立法年度 他提出了23个提案 包括9个大的方面 主要包括隐私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儿童保护 以及针对大麻等公共安全事宜 2018年总国来讲 这个法案都包括很多是保护年轻人 消费者还有居民的安全 还有个人隐私 比如说有一个提案是 房子公司来在网络上面 向年轻人售卖大麻 还有社交媒体 为孩子年轻人的影响 我们如果做父母的都知道 还有呢 自从这个Prop 47通过以后呢 我们这个区啊 这个Assembly那个区呢 那个罪案那个比率呢 也增加了超过了20% 有一个其中一个问题呢 是因为有一个漏洞 在法律上面呢 就是如果这个罪犯是偷了 比如说低于950块以下的话呢 这个案呢就当做这个 Petty Theft就是不用坐牢了 这个可能是个漏洞 我们还有好多其他的那个法案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呢 就看一下 因为呢其他的法案都非常帮 帮助大家的安全啊 或者其他方面 如果大家可以喜欢的法案的话 也可以写信给我们 打电话给我们 打电话给我的同事跟州长 让他们知道可以支持 跟通过我们的法律 周本地的选区 加州第49区 是全美第一个亚裔民众超过半数的选区 53%的亚裔中 大多数都是华裔 所以他希望从教育 住宅 个人隐私 以及未成年人等多方面 关注亚裔的利益 这次提案中 特别针对我们日益依赖的网络 做出了相应的规范 例如隐私安全 数据保护 以及数据监控 网络歧视等方面 针对时事 保护广大消费者和公众的权益 而面对孩子们无法离开的 网络社交软体 也进行了商业规范和保护 如果您想了解 关于提案的具体信息 欢迎登陆周本利的官网 进行了解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